小小的梅龙镇 出了件大事情 让我从头说给诸位听分明 说给诸位听分明 听分明 镇上有家龙凤殿 李凤姑娘是卖酒的人 她花容月貌长得尊 年方十八还没定过庆 还没有定过庆 定过庆 有一天来了个年轻小伙 他说他叫朱德正 谁知他就是当今皇帝下凡尘 一见李凤神魂不定 花言巧语就骗了他的身 就骗了他的身 骗了他的身 一夜风流有了身孕 第二天他就匆匆忙忙回了京城 临早还封他做皇后 马上就派人接近境 谁想他一去三年 无中又无影 撇下了李凤太伤情 撇下了李凤太伤情 太伤情 他日等夜等等的浑身病 生下了孩子见不得人 冷言冷语咬牙人 一把把眼泪往肚里吞 一把把眼泪往肚里吞 往肚里吞 他梦又做不行 人又没出身 苦受尽 人快疯 可怜的只剩一口气 还在那 实情妄想的天天等 等那个皇帝还人静 你们说伤心不伤心 你们说伤心不伤心 伤心不伤心